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好样Formosa 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带您到离岛金门 第一届金门赛马竞速比赛上周末在成功海滩举行 把匹马在八个骑手的驱侧下 伴着碧海蓝天在白沙上驰骋 重现了睽違五十多年的赛事 我们带您去看看 磁磁脾落的腰克声伴着达达的马蹄声 八位骑手依照国际赛马规则进行1600公尺的竞速 最后由骑手顾克雅飙到了第一名 成绩是2分12秒04 千步踩踏激起振振雪花 这匹叫做Joyce的马是一匹五岁的母马 刚在赛马竞速中勇夺冠军 采竹浪花是主人送给他的第一个礼物 这匹马从小就喜欢海水 他看到水他就很喜欢跟他一起游戏这样子 所以他喜欢在像这样美丽的海景下 他叫奔驰是非常舒服的 人跟马的配合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身心灵的一种统合的一种运动 那两个生命在一起嘛 所以你刚才看到好的好的选手跟马之间 他们最重要是他们的一种互动 因为战争的缘故 像这样的赛马活动已经窥违了大约50年之久 我觉得大家看得都很高兴 希望可以把这个马术再重新推荣以前的光彩 那像刚才这样一个赛马会其实在全台湾也还没看过 所以不管在金门是全台湾 对我们来讲他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他是感动 而且是最直接最有效果的推展 特地跨海来主持活动的李正献表示 金门的沙滩软硬适中 很适合发展赛马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经理杨中奇 台湾金门采访报道 都有沙滩转吃饭 在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